下面有那个养蜂蜜的 这些地方很危险 这些地方随时都有可能踏下去 太危险拦都不拦 这里他应该拦住不能让人走了 你想有好几个几百斤的胖子过来 他可能就下去了 下面又是那个泥的 这些房子没有人住了 哇 都是用那个泥湖的 这里有好多鸟哦 我发现他们这边的人很喜欢养鸟 是 给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山景好漂亮啊 如果住在这边的这些酒店 然后那窗户对着这个山的话 这个是那山顶 那个叫做磐溪帆风 看一下像这样的房子居然还敢在这里挖 这些房子在中国应该算微房了吧 你看一下这下面这里 简直就是要看着要塌下来了一样 居然还敢在这里继续挖继续盖那个房子 真的是太危险了 真的是太危险了 居然还有人敢住这种地方 如果一场大暴雨下来的话 再下久一点 这些房子看起来都像要塌的一样了 这一边上去的都是这样子的房子 都是这么陡的山坡上 盖在这里看起来都是很危险 谢谢 谢谢 谢谢